生活的壓力有時會令到我們的情緒有不同的起伏 之後的練習就可以為我們穩定我們的情緒 接著我們會做一個叫生息的動作 生息是所有站在這裡的瑜伽動作的開始 有時我們要站在這裡站得很直 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我們今天會讓自己靠著牆 用牆的牆去找到很直的感覺 我們先站腳很近去牆的牆 腳踩盡量靠近在牆的牆 排在兩個腳趾的腳踩 然後把自己的大腿最高貼向牆的牆 保持我們的臀部最高的肌肉向下垂 有時我們要用手教自己的肌肉向下垂 然後我們慢慢敷一口氣 把腰側最幼的位置帶回到牆的方向 讓身體旁邊有一個向上衍生的感覺 把手臂的後面向下垂 放鬆 肩膀貼在牆的牆上 最後我們會說頸和頭 要覺得耳朵的後面有一個向上升的感覺 母子將後面就這樣沿著牆的牆向上 站在這裡的時候 除了站得很直 你覺得自己好像高了之外 你會發覺你的呼吸慢慢會加深的 除了我們的胸口打開 令人開心點之外 我們臀部肌肉也要放鬆 保持微笑 側身的戰士式 我們繼續會靠近牆 利用牆 提示我們如何打開肩膀 和延伸身體的前面 開始的時候 我們分開兩隻腳很闊 踩在後面的腳跟 將腳尖微微轉入 然後將前腳大腿轉90度 讓我們兩隻腳站在同一條直線上 保持盤骨兩邊高低一樣 吸氣 將腰側和胸口垂直向上延伸 手臂伸開 呼氣的時候 將腳屈曲90度 直至膝蓋大腿成水平前 然後我們慢慢將手放在磚上 上面的手捉住盤骨 停一會兒 我們再次利用長身 幫我們自己戴後肩膀 記得是兩邊 令到腹部可以延伸到胸口 眼睛向前望 停在動作的時候 注意我們的膝蓋 要靠近後面的手臂 令到大腿內有一個延伸的感覺 做完之後 踩穩後面的腳跟 打開手 吸氣 站起來 準備做下一邊 腳尖向前 將磚撿到另一邊 放好腳 後腳 然後注意保持盤骨兩邊高低一樣 吸氣 升起腰的兩邊 胸口的兩邊 讓我們呼氣 屈曲膝蓋 放低大腿 去到同膝蓋水平前 如果你發覺你下腿時 不夠位置放低大腿 你可以輕輕把腳跟再站開一點 然後我們側身 把手放在磚裏面 上面的手捉住盤骨 另一個作用 就是提起自己後腳的大腿 要推向後 靠近胸 我們想整個大腿推後 跟自己的腳跟腳碗成一個直線 然後前腳的膝蓋推後 肩膊黏向胸 眼睛向前膜 準備好之後 打開兩隻手 吸氣 拉自己起來 十隻腳尖收向前 拍兩隻腳 之後我們會做一個 躺在後彎身 有時我們身體的狀態 不太好的時候 做一些比較支撐 有多支撐身體的過程 以前的一些瑜伽動作 都是比較適合的 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躺腳 躺在這裏 慢慢 又是用腳去推 將人的線向後 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們要把頸椎最低的節 留在骨筍上 我們要繼續向後推 對了 然後你頭會輕輕碰到地下 然後我們再厚一點 然後延長腰 把腳放在骨筍上 把腳趾放在骨筍上 爬上兩隻腳趾 延長腳肘 然後我們攬著兩隻手肘 向天花板 注意我們要把肩膀向下沉 向地下 再把手拉到頭的後面 你見到身體的前面 有一個很完整的伸展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坐在這裡上班 整個身體前面會比較縮 做一些這些動作 可以改善我們的汗杯 亦可以令到呼吸加深 有些同學會發現 自己的手不太放在地下 你可以預先放在手下 臉部的動作便會更輕鬆 停在這裡一會兒之後 我們需要換另一個手肘 踏在上面 停在這裡多大約30秒 我們放回手在身體的旁邊 屈曲膝蓋 慢慢滑回自己出來 直到整個身體離開的伸展 停一停身體之後 然後我們慢慢側身起來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英雄式 坐一坐下 注意跪在這裡的時候 腳碗要很靠近你的磚 膝蓋拍攝 然後我們坐直的時候 要找回自己的左骨 在磚的上面 兩邊坐在這裡的時候 重量要一樣的 把手放在大腿 坐直一會兒 微微將自己的肩膊推後 沉低背部的肌肉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牛臉式 把你的左手拉到旁邊 然後把手掌心轉向後 掃手背上去肩甲骨的中間 然後舉起你的右手 屈手肘 扣住你的手指 如果你發現自己比較難 去拿到兩個手指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繩子 去駁兩隻手 其實手有沒有拿到 不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可不可以將肩膊向後推 注意不是手肘要向後推 而是你的肩膊最高的地方 手臂最高的地方 推向後 放平自己的肩甲骨 保持胸口向上延伸 呼吸 頸、旁邊的肌肉放鬆 然後我們放了一個動作 準備做第二邊路 然後我們到右手拉到旁邊 掃手背上去背部 然後拿起另一個手 扣住手指 然後拿起繩子 如果需要的話 有時我們可能要用上面的手 去拉高一點下面的手 或者有時我們要用下面的手 去拉低一點上面的手 當然力不要太大了 再次了 肩膊的側根轉開 放平自己的肩甲骨 放平自己的肩甲骨 頸、放鬆 肩甲骨 肩甲骨 注意胸口兩邊 垂直向上延伸 很多時我們扣完手 會有一邊身體短一點 所以我們要將 低的手的胸口 腰、性骨 眼睛向前望 然後我們放鬆 休息 接下來我們會做下九式 Doward facing dog pose 很多同學都會跟我說 做的時候肩膀會很累 手不夠力 因為重心在動作上 應該在腳那邊 現在我們會有一個設定 將繩綁在窗口 然後它會鋪著大腿去做動作 我們先找同學示範 站在繩裡面 將繩放在自己大腿的最高 由大腿的最高開始屈腳 趴前 按手在地上 慢慢走腳向後 走手向前 直至你覺得身體 有足夠的地方去延伸 你見到繩拉到角度 令到大腿可以向後推 然後將重心放在腳上 一定會幫你減少了很多手臂的重量 我們特意用磚去扭起頭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比較累 或者失眠的時候 扭起頭會令到腦袋有放鬆的感覺 注意我們頭放在這裡的時候 後尾枕有一個向下垂低的感覺 便會令到臉部和頸部的肌肉 放鬆得更好 注意在動作中要有呼吸 大概停一分鐘左右 我們慢慢走手向後 走腳向前 抬腳慢慢站起來 之後我們會做一個橋式 是肩倒立的準備式 我們需要有個尖 稍後放在肩膀 尖的口度最少 我會說起碼是一吋 最少 我們躺在這裡 我們要把肩膀躺在尖的上面 尖的高度 令到頸部一會兒升起的時候 有多些位置做到一個伸展的效果 你看到我們現在有一個椅子 去扭起腳掌 其實家裡任何一個餐椅 或者你辦公室的椅子 只要它是穩定的 你都可以用來使用 OK 我們手要抓住椅腳的兩邊 手向前拉的時候 注意手臂的後面 有一個向前拉的過程 令到你待會兒 頸延伸的效果會更好 我們兩隻腳 屁股那麼闊 然後踩住椅子板 然後我們吸氣升高 升起的時候 一樣 要將臀部向上延伸 去到膝蓋的後面 然後我們的肩膀 側根要一個向下沉低的過程 令到胸口一個向上升起的感覺 我們大概停在這裡30秒 然後呼氣慢慢下來 OK 這是一個躺在這裡的肩倒立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身體狀態不太好 很難將整個人倒轉 所以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做肩倒立的效果 開始我們需要有兩個枯筋 放在一個直線 然後把手放在枯筋上面 慢慢控制身體躺下去 然後用腳慢慢推向身體向後 直至兩邊肩膀可以輕輕碰到尖 保持肩膀在尖後 用手拖長自己臀部的肌肉 向膝蓋的方向 延長腰椎 再慢慢把腳伸直放在枯筋上面 拍兩隻腳趾 然後延長兩隻腳爭 放鬆手臂 放在身體旁邊 你現在可以省眼睛 因為這個動作都需要停在三至五分鐘 肩倒立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有一個擴張的過程 在胸口的最高 然後肩膀向下沉低 頸和喉嚨要完全放鬆 至於有時我們去到很放鬆的狀態 頭會扭在一邊 所以你的人要很集中 保持身體在一個直線的上面 完成之後 我們屈曲膝蓋 慢慢用腳 繼續把身體推向後 直至身體完全離開 再把腳趾上去 不然我們會停在那裡 一會兒 定一定身體 非常好 然後我們慢慢滾往右邊 用你的左手推起身體 再坐起來 之後我們會做大休息 大休息是每一個瑜伽練習之後 都要去最後做的一個瑜伽動作 因為它可以令身體放鬆 令呼吸平復 我們開始的時候要屈膝坐在這裡 好 把手放在身體的後方 慢慢控制住身體平放在地上 一邊躺下去也要注意自己 躺在脊椎的正中間 躺下去之後 我們會用尖去扛起頭和頸 要注意尖去到頸最低的地方 所以我們躺在這裡 都可以放鬆頸的肌肉 用手去托住臀部的肌肉 拉長臀部的肌肉 令到後腰椎有一個放鬆延長的感覺 由慢慢做腳伸直 伸直完腳之後 用手拿著瑜伽脊的側根 由慢慢用手指走向前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感覺到手臂的下方 拉過去腳的方向 因為我們很想肩膀 拉離開頸 令到頸有一個延展的感覺 做完之後 我們放鬆手臂 然後把手臂放開 把手臂放開 準備好之後 我們把眼睛放開 準備好之後 我們把眼睛放開 準備好之後 我們把眼睛放開 可以讓你多些位置 做到沉低的過程 但休息是需要做5至10分鐘的 如果你待會是需要上班的話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個鬧鐘 去提醒自己起身 變成在過程中 你不用太過顧慮 自己不記得起身 我可以把眼睛放開 成員會